来了客观 放映社今日主打容易上火的红茶 让我们一起品一品茶中的血腥恐怖的故事吧 从万圣节13号星期五等系列的开始 恐怖片总喜欢塑造各式各样的妖魔化的面具杀人魔形象 而在2009年有这样一部恐怖片 虽然看过的人比较少 但设立的形象却令人一眼难忘 今天小青就和大家看一看这部《红色之山》 1982年来自意大利的争议导演维尔森 发行了他唯一的作品《红色之山》 因为电影内容过于残酷血腥 很快就被各大院线撤掉 所有的拷贝版本随之全部消失 导演和剧组人员也杳无音讯 许多年间全球各地的电影历史学家 尝试找出这部传奇作品 但现存于世的仅有一部残忍的预告片 通过预告片我们只能看出 这是一个有关于戴着娃娃脸面具的变态男 在深山老林里疯狂杀戮的故事 然而这部简短而又精彩的预告片 勾起了许多影迷的猎奇心理 几十年来 无数人想要一睹电影的真容 可惜都没有成功 泰勒也是其中之一 他的痴迷程度已经到那种 找不到电影就绝不罢休的地步 泰勒的房间里贴满关于红色之衫的图片 就连深夜他还忙碌着查阅各种资料 因为此事还冷落了性感的女友沙琳娜 另外 泰勒也很痴迷于研究威尔森对电影的理解 威尔森认为 演员应该是真的疯子 才能展现出这个世界的疯狂 他觉得电影应该是真实的 而不是用一时的视觉快感欺骗观众 在一番苦苦的寻觅之下 泰勒终于找到一条重要线索 他竟然找到了导演威尔森的女儿 艾丽克莎 而且艾丽克莎小时候参演过那部电影 泰勒激动万分 他决定把自己找这部电影的过程 制作成一部纪录片 泰勒负责采访 沙琳娜负责收音 好友洛洛负责拍摄 就这样 三人组成了一个纪录片团队 但沙琳娜和洛洛实际上对这部电影无感 完全出于情义以及泰勒的执念 才会答应一同参加录制 尤其是沙琳娜 在备受泰勒的笼络后 她的心灵急需寻求他人的慰藉 正好洛洛也心仪沙琳娜 在泰勒去寻找艾丽克莎时 她趁虚而入 陪在沙琳娜身边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二人背着泰勒行雨水之欢 而泰勒对此全然不知 心里满是对红色之衫的渴望 曾经艾丽克莎是著名导演的女儿 如今却在颜色区做舞女和夜莺 她身材火辣 表情妩媚 不断扭动着妖妖的身姿 泰勒却始终面不改色 微然不动 她直接说明自己的来意 艾丽克莎却在交流中说道 这一切都有人在看 泰勒并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虽然二人说话牛头不对马嘴 但最终艾丽克莎被泰勒的执着打动 将她带回家准备详谈 可当二人上车离去时 丝毫没有注意到有人正尾随其后 艾丽克莎作息不稳定 家里也一团糟 因为在颜色区工作 她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瘾君子 正当她承诺放纵时 泰勒请求艾丽克莎的帮助 她一再表明自己的真心实意 以及对电影《红色之衫》的执着 可艾丽克莎对于父亲威尔森的印象 只停留在她时常重复的一句话 拍电影要做好为她牺牲一切的准备 但艾丽克莎无法好好配合自己 泰勒决定帮她戒掉不良嗜好 这也算是对她帮助寻找电影的回报 在几天的痛苦挣扎之下 艾丽克莎终于洗心革面 精神状态好得仿佛换了一个人 三人组立刻展开拍摄 对清醒的艾丽克莎进行了采访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 似乎勾起了艾丽克莎的回忆 电影中残酷血腥的画面不断闪过 令她瞬间陷入恐慌之中 泰勒发现后立刻将采访中断 这细微的关心被沙琳娜捕捉到 自己的男友对她都没有伤心过 却在乎一个刚认识几天的女人 沙琳娜和泰勒发生争吵 无意之间 她讲出和洛洛的苟且知识 但凡是个人都会有所察觉 可泰勒心中除了红色之身 再也装不下别的东西 一行四人 踏上去当年拍摄地的路程 沙琳娜一直靠着窗户闷闷不愣 而洛洛和泰勒则是有说有笑 她调侃地提出恐怖片的套路 主角们总是喜欢到深山老林中探险 当他们的手机车子全部失灵后 就会有暴怒的香巴老冲出来 将主角们一一干掉 在几人的欢声笑语中 他们终于到达当年的一处拍摄地 爱丽赫沙在树林中 发现一个破旧的玩偶 赫然正是当年拍摄现场的遗留 血清的回忆不断在脑海里闪过 那猙獰的娃娃脸面具 那震耳欲容的电锯声和尖叫声 仿佛一切就发生在昨天 正当爱丽赫沙陷入恐慌之时 身后突然传来嘻嘻嘶嘶的声音 放眼望去 竟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娃娃脸 爱丽赫沙惊慌逃窜 正巧迎面撞上过来找她的泰勒 她撞着胆子朝森林中看去 却已经是空无一人 几十年过去 娃娃脸怎么可能还活着呢 爱丽赫沙始终想不明白 她并没有把心中的疑虑告诉泰勒 而是像一只受惊的小白兔 娇弱地躲进泰勒的怀中 二人就这样相互搀扶着离去 丝毫没有注意到 在不远处的森林中 有人用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随后一行人继续驱车前进 刚往威尔森曾经居住的小屋 据爱丽赫沙回忆 电影的所有资料都存放在小屋中 沿途他们经过一家加油站 泰勒惊奇地发现 他竟然与预告片里出现的一模一样 几人激动地架起机器 对这里的本地人进行采访 白发女人直言 威尔森为了电影的真实性 在拍摄过程中使用了真的鲜血 当地人无一听了不为之大寒 白发女人接受采访的时候 认出爱丽赫沙正是威尔森的女儿 爱丽赫沙也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 回忆起以前父亲开着福特汽车 再者那一卷一卷的胶片来回跑 另外 当地人光头有幸观看过红色之衫 不过毕竟是一个粗俗之人 泰勒并没有从他这里得到自己想要捕捉的东西 于是 一行人继续踏上行程 即便泰勒在驾驶为开车 可他无时无刻不惦记着红色之衫 爱丽赫沙倒也不反感 他饶有兴趣提起当年饰演娃娃脸的演员 此人是个反应极为迟钝的人 表演也不尽如人意 几人边说边笑 到了一处没落的树林里 泰勒想要不需此行 找到有关于电影的原始资料 所以他们决定汽车步行前往目的地 几人收拾好装备 洛洛带好自己准备好的枪支 就这样进入了深山老林中 可当他们离去之后 先前的偷拍者再次出现在身后 仿佛四人的所有经历 偷拍者全部都记录了下来 几人徒步行走之时 莎琳娜突然踩到一块腐烂的人骨 并且上面还有一个锋利的钩子 泰勒好奇地拿起来查看 猛然间发现 这里正是电影的一处拍摄地 爱丽赫沙再次陷入回忆之中 娃娃脸将钩子镶嵌在女人的四肢上 女人惊恐地挣扎 可换来的却是无休止的疼痛 娃娃脸冷酷无情 伴随着女人的乌夜声 娃娃脸打开机关之后 女人的身体猛然间被撕了个粉碎 这些残酷的情景历历在目 爱丽赫沙心中动感不安 想要劝服三人返程 但眼看胜利就在眼前 三人怎么会放弃呢 随着行程的深入天色渐暗 几人停下来暂坐休息 他们饶有兴趣地围在火堆前 听爱丽赫沙讲述关于娃娃脸的故事 娃娃脸的命运其实也很悲惨 母亲被山里的猎人欺负 她父亲得知后割上了她的脸 并且长期将她囚禁在地下室 娃娃脸为了能够得到父亲的喜爱 她把自己最精致的娃娃面具缝在脸上 但始终得不到父亲的喜爱 娃娃脸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而不是像传说中那样刀枪不入 相比较娃娃脸的绅士 其实泰勒对薰之士更感兴趣 听说在红色痴衫里 娃娃脸会把尸体晒成干湿用来储存 对此爱丽赫沙却表示自己并不知晓 渐渐的天色已深 只剩下泰勒坐在火堆前 一遍又一遍看着今天拍摄的素材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回放过程中 泰勒发现森林里竟有娃娃脸的身影 就在这时 爱丽赫沙突然走到身旁 她询问泰勒 到底为何要找到这部电影 泰勒的回答却是寻找自我 证明自己能够做到别人办不到的事情 就在二人闲聊时分 收音话筒里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 泰勒连忙过去查看 结果不知被谁一棍敲晕 等她再次醒来 四人已经被五花大绑 而绑架者竟然是在加油站采访的当地人 他们不仅抢走了洛洛的手枪 还拉走爱丽赫沙 准备拍爱情动作片 谁知就在几人猖狂之时 一把旋转斧头从森林中飞出 娃娃脸猛地扑向几人 壮汉们纷纷拿出火药枪之对抗 却不料娃娃脸竟然刀枪不入 娃娃脸挥动斧子 冰冷的利刃划过壮汉们的肌肤 他们一个个相继丧命 随后娃娃脸冲向爱丽赫沙 凶狠地掐住她的脖子 爱丽赫沙颤抖着声音 碰唱起一首耳歌 娃娃脸似乎回忆起什么 瞬间有些恍惚 她捡起地上落落带来的真枪 却不知在攻击谁 爱丽赫沙趁机逃跑 娃娃脸也紧随其后追了上去 剩下三人趁此机会松绑 现如今泰勒仍旧心心念念那部电影 另外 她认为是自己的过错 令爱丽赫沙陷入这场危机之中 所以她必须救回爱丽赫沙 露露和沙琳娜重情重义 也不愿丢下泰勒独自一人面对 他们想要报警寻求帮助 可沙琳娜讲不出这里的具体位置 警方根本无法赶来救他们 这时 细心的露露发现 壮汉们发射的竟然是空爆弹 她怀疑这其中定有猫腻 但沙琳娜急着救太乐 根本无暇管这些事情 就在她尝试和警方沟通时 周围突然传来嘻嘻嘻嘻嘻的声音 露露连忙拉着沙琳娜逃跑 谁知 沙琳娜途中卡在树枝上 虽然她被解救下来 但因为尖叫声过大 娃娃脸似乎已经发现二人的踪迹 露露警惕地点燃照明弹 不料 娃娃脸竟然就站在二人面前 为了让沙琳娜逃跑 露露留下与娃娃脸对峙 可娃娃脸有枪 一招轻松将她解决 沙琳娜逃到森林之中 她内心恐惧至极 唯有身体缩作异团 才能给她一些安全感 就在她无助之时 电话铃声却突然响起 这无疑意味着娃娃脸指名方向 好在沙琳娜反应迅速再次脱险 但娃娃脸仍旧对她穷追不舍 她拿着锋利的斧头跟踪 细黑的森林中 泰勒一人打着手电筒寻找 终于在一番努力下 她来到了娃娃脸的大本营 也就是威尔森曾居住的小木屋 可泰勒看到门口摇椅上有个人 所以她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从后屋的一个窗户 偷偷翻进去 事到如今 泰勒还是不放弃自己的执念 拿着相机在屋子里拍摄 墙壁上贴着娃娃脸的海报 并且其中一个房间里 还挂满了胶卷 胶卷竟然记录着 泰勒第一次见到艾丽克莎的画面 她顿时感到诧异不已 就在这时 艾丽克莎的乌叶声突然传来 泰勒寻着声音找了过去 结果艾丽克莎竟一丝不挂被绑在床上 她颤抖着带着哭腔解释 原来电影消声匿迹的原因是 这部电影根本没有拍完 现如今他们仍旧在拍摄中 二人连忙逃出木屋 恰巧遇到从森林里逃出来的沙琳娜 原来她本以为这里有居民可以帮助自己 结果等走近才发现 门口座椅上的人竟是一具干尸 沙琳娜瞬间喊毛乍起 当遇到泰勒和艾丽克莎时 她的情绪依旧很崩溃 沙琳娜想要立刻离开这里 却不想 娃娃脸突然从屋中冲出 猛地扑倒了沙琳娜和泰勒 当娃娃脸的手搭上艾丽克莎的脖子 艾丽克莎一感惊恐的表情 龙酷的命令娃娃脸将跑掉的沙琳娜追回来 娃娃脸对她眼听计策 急忙去追踪沙琳娜 情急之下 沙琳娜打开一扇门躲了进去 浮料里面竟然挂满恐怖的干尸 赫然正是预告片里的薰制室 眼看娃娃脸步步逼近 沙琳娜却无处可躲 追追娃娃脸进来之后 将角落里和衣服队翻了个遍 也没有找到沙琳娜 无奈娃娃脸只好去别的地方寻找 当灌门声传来 沙琳娜才从满是血水的大桶里 慢慢探出头来 她环顾之下 确认周围已经安全 连忙擦拭身子 从干身上扒了件衣服穿上 沙琳娜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 想要确定娃娃脸是否离去 殊不知 娃娃脸就站在屋顶上 冷冷地盯着她 直到沙琳娜意识到一切为时已晚 娃娃脸手持武器冲下来 沙琳娜还是难逃一劫 当泰勒从昏迷中醒来 她已经被绑在监视器前 这时她才明白 原来这一切是艾丽克莎精心策划的 从泰勒找上她的那一刻起 一切都在艾丽克莎的预料中 包括加油站的那群壮汉 也是艾丽克莎花钱雇来的演员 壮汉们枪里装的空包弹 所以才会造成娃娃脸刀枪不入的假象 但同时壮汉们也是牺牲品 一完成任务就被娃娃脸解决掉 而艾丽克莎的父亲威尔森 也就是红色之衫的导演 其实根本就没有去世 这些剧情都是父女俩进行策划的 整个过程 威尔森无时无刻不再跟进拍摄 泰勒猛然觉醒 认为她就是所谓的娃娃脸 可事实上 当年第一代娃娃脸 确实如艾丽克莎所言 是一个反应迟钝的人 她演不出威尔森想要的那种疯狂的感觉 所以威尔森就亲自上阵 在镜头前将第一代娃娃脸杀害 这就是她想要的感觉真实 但是因为她不能兼顾镜头前和镜头后 只能另寻他人扮演 威尔森找不到嗜血如命的演员 那么为何不试着自己创造一个呢 于是在艾丽克莎尚未懂事时 威尔森强行与她结合生下一个男孩 也就是如今的娃娃脸 他们完美地培养出了一个工具人 在威尔森看来 拍摄一部好电影 牺牲任何人都是值得的 包括她和她的女儿艾丽克莎 威尔森追求极致的真实 就连电影中最残忍的 缝织面具的桥段 也是娃娃脸自愿进行的 电影的所有故事后 泰勒实在震惊得无话可说 甚至将威尔森视为禽兽 可在威尔森眼里 泰勒也不过是个披着羊皮的狼 他心里垂涎于艾丽克莎的美貌 却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手 二人不过是一样的恶魔罢了 现如今泰勒已经看完电影 威尔森想要采访一下他的感受 当身为观众的他成为戏剧的一部分 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如此真实 这次的经历会不会成为泰勒的梦魇 与此同时 艾丽克莎把沙莉娜和洛洛绑在一起 他安排娃娃脸对沙莉娜行不轨之事 娃娃脸言听计从 抱着沙莉娜进入破屋 沙莉娜发出颤音 哼唱着那首童谣 娃娃脸虽然有一瞬间的愣神 可很快他就恢复了理智 很显然 童谣只有艾丽克莎唱才管用 娃娃脸冷漠地关掉屋门 枪行和沙莉娜结合 屋外 艾丽克斯正在折磨洛洛 他残忍得启动自制刑具 洛洛的身体被紧紧勒住 肚子上的肉瞬间突起 一把锋利的刀子划过肌肤 鲜红的血液从洛洛的身体中流出 流向身下早已准备好的大桶 但因为艾丽克莎自作主张创作剧情 赶来的威尔森因此愤怒不已 二人发生了争执 威尔森想要猎物透露出惊恐的情绪 而不是像艾丽克莎这样的折磨表演 这对于观众而言不够真实 威尔森暴怒地呼唤娃娃脸 向泰勒展示自己如何拍出一个好电影 独自留在泼窝中的沙琳娜试图挣扎 她的手腕全部被铁链禁锢 只能强忍疼痛从里面挣脱 鲜血瞬间染红了她的双手 好在最终沙琳娜挣脱了束缚 此时娃娃脸手持锋利的尖刀 抵在洛洛的脖子上 面对好兄弟出事 泰勒仍旧表现得十分淡漠 直到洛洛发出怨言 她才试图吸引住伊丽 泰勒以给威尔森名利为条件 换取三人存活的机会 可威尔森如果追求名利的话 她怎么可能一生都在拍摄红色之衫 她是疯狂的 根本无法与人相比 她不需要任何人成就自己 这时艾利克莎暴跳如雷 她所做的一切被父亲质疑否认 明明电影里的所有工作都是自己在做 她为什么不可以当导演 艾利克莎崩溃至极 举起刀子戳向洛洛的身体 这是她的剧本 是她的剧情 威尔森认为这已经犯下严重的错误 大大降低了自己的电影标准 艾利克莎愤怒至极 她扯下娃娃脸的面具 一个满是疤痕的恐怖脸庞赫然露出 面对疯狂的女儿 威尔森兴奋不已 这只不过是拍好电影应该做出的牺牲 从父亲到女儿 女儿到母亲 母亲到儿子 一个真正能够表现出自我的导演 才能够拍出好的电影 艾利克莎愤怒地咆哮 她认为 没有人在乎蚊子背后的意义 只要残忍地杀人就够了 威尔森猛然间觉醒 一枪将她打倒 这时躲在一旁的娃娃脸不再惊慌 在哀悼完母亲的去世后 她重新戴上面具 用锋利的铁丝 紧累自己的脸庞 威尔森兴奋地进行无死角拍摄 命令娃娃脸 却将这里的一切结束 可就在她兴奋至极时 娃娃脸却冲向威尔森 她举起锋利的刀子就要落下 却被威尔森一句 我是你的父亲阻止 泰勒明白 只有让娃娃脸走进镜头中 她才能够继续杀戮 所以她连忙举起镜头 向娃娃脸发出最后的命令 鲜血瞬间染红了威尔森的身体 娃娃脸抓住泰勒 就要将其毙命 关键时刻 逃出去的沙莲娜归来 一根铁棍插入娃娃脸的身体里 就在二人相识一笑时 埃里克莎一棍子敲晕了他们 等泰勒昏昏沉沉醒来 她已经被五花大棒 身处小屋的影院中 周围的观众 全部是为了电影所牺牲的人 那一句句尸体 是埃里克莎和威尔森的杰作 如泰勒所愿 她终于看到了这部电影 这部害人惊悚的传奇之作 泰勒惊恐地看着电影里的一切 因为那一切就降临在自己身边 那种真实感令她恐惧 但看完电影的最后一幕 完成毕生追求的泰勒 发出了激进崩溃 且疯狂的笑声 而关于威尔森的故事 仍旧没有结束 埃里克莎留下了沙莲娜 因为沙莲娜的肚子里 有威尔森的种子 也就是埃里克莎的孙子 《红色之衫》系列电影 仍旧持续拍摄中 全片完 本片是一个典型的戏中戏恐怖片 剧情结构十分巧妙 前期也埋下了许多伏笔和转折 利用一个作品 来布置这个电影的循环和主题 整体就是Cout片的风格 其实从片子中不难看出 泰勒心底的偏执 和威尔森心底的偏执是一样的 最终她看完这部 《红色之身》的电影后 或许有人会疑惑 她寻找到自我了吗 泰勒内心真正的自我 又是如何的 小青认为 泰勒也是个偏执狂 一生痴迷于 达到一种别人到不了的高度 就仿佛威尔森一样 最真实的电影 不惜牺牲一切去实现 只不过泰勒心底的恶魔尚未唤醒 不知大家怎么看泰勒这个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好了小青发言是要打烊了 关于今天呈上的这杯红茶 有没有让各位客观满意呢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